蜂蜜的甜味主要來源是果糖 葡萄糖是動物細胞利用能量的主要來源 我們以前曾經提過 當你運動的時候細胞需要能量 這個能量從哪裡來? 就是從葡萄糖來 為什麼細胞主要能量是從葡萄糖來呢? 因為葡萄糖是細胞能夠把它分解 得到能量的一個主要物質 所以我們才會在以前提到說 我們這個血液裡面的葡萄糖 濃度必須維持在一個恆定 也就是說可能在100cc 你必須維持100cc的血液裡面 必須維持70-150mg 這樣的葡萄糖的一個濃度 太高就是糖尿病 可能到最後就會導致你所謂的多重器官衰竭 那太低呢 你可能就會昏昏沉沉的會發抖 然後會沒有精神 會暈眩等等的一個副作用 所以葡萄糖是因為是我們細胞 利用來產生能量的主要來源 所以它的血液裡面就必須保持一個恆定 保持一個恆定 那剛剛所講的六碳糖 包括葡萄糖跟果糖對不對 那我們來講一個比較特別的五碳糖 五碳糖這題一定考 就是說我們的遺傳物質DNA DNA 它的一個中文叫去氧核糖核酸 其實它有這個D 就是Dioxy Ribos 就是一個去氧核糖的意思 就是去氧核糖的意思 所以DNA裡面有一個去氧核糖 這個去氧核糖它是一個五碳糖 是一個五碳糖 所以考試會問你說 DNA裡面含的是五碳糖、六碳糖、雙糖、多糖等等 它是一個五碳糖 或是說五碳糖會存在我們身體的哪個地方 事實上就是DNA DNA的結構裡面就有一個 所謂去氧核糖 那這個去氧核糖它就是一個五碳糖 就是一個五碳糖 那我們接下來剛剛講的是 單糖、葡萄糖、果糖、核糖 去氧核糖這個都是單糖 那我們接下來講雙糖 雙糖當然很簡單 它就是兩個單糖結合在一起 怎麼結合呢 因為縮核反應去掉一分子的水 這剛剛才提過 然後就可以手牽手變成所謂的雙糖 那雙糖來舉一些簡單的例子 比如說蔗糖就是一種雙糖 蔗糖就是雙糖 蔗糖是葡萄糖 然後跟果糖手牽手 以縮反應結合在一起 然後所形成的一個雙糖 那它是一個含量最多的一個糖類 含量最多的一個雙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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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般呢 我們這個蔗糖的來源 都是從甘蔗來的 或是甜菜來的 台灣啊 在以前呢 是一個產糖、製糖的一個大國 大國 所以現在大家知道 有很多的台糖小火車 以前啊 就是我們的甘蔗種植面積 非常非常的大 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就有所謂的糖廠 來製造很多很多的一個砂糖 一個砂糖 那現在呢 逐漸啊 這個 種的人越來越少了 所以 然後就轉型變成是遊樂區了 轉型變成遊樂區 那甜菜呢 是從 是國外啊 像歐美這些國家呢 它的這種蔗糖的來源呢 就是從 這個甜菜來的 所以我們說蔗糖 其實是我們自己的翻譯 因為我們的 這種糖類都是從甘蔗來的 所以我們叫它蔗糖嘛 對不對 那其實 以國外的角度來說 就不對了 因為他們根本不是從甘蔗 來拿到這個糖類 那他們是以這種甜菜 來拿到這種 這個雙糖 這個sucrose 這個sucrose 這個東西啦 所以呢 你這個sucrose 在國外呢 你說它是蔗糖嗎 它就不是 它是從甜菜來的 甜菜來的 那這種所謂的sucrose 我們所說的蔗糖 在國外呢 以這個甜菜 那我們這張圖啊 以前曾經看過 在美國呢 它的甜菜有95% 是基因改造的一個植物 基因改造過了啦 那全世界大概有26% 的一個甜菜呢 是基因改造植物 基因改造植物 那 甘蔗呢 這個收成之後 然後呢 先送到糖廠去 然後它把它榨汁 榨汁 把它榨汁濃縮之後呢 就變成所謂的黑糖 大家可能有時候在外面 可以吃到所謂的黑糖糕啦 黑糖 就是這樣來的 那黑糖呢 如果我們把它溶解 然後進一步去掉一些雜質呢 就再把它進一步結晶之後 它就變成二號砂糖 稍微比較純一點點 稍微比較純一點點 也就是我們常看到這種紅糖 紅糖 就是這種二號砂糖 那如果把它再經過漂白脫色呢 變成是白色的 變成所謂的特級砂糖 特級的砂糖 那甜度有沒有什麼差別呢 其實甜度並沒有很大的差別 只是它外觀比較漂亮 你不想說 你泡個 比如說你要泡檸檬汁好了 泡檸檬汁呢 你如果加了紅糖 顏色就不對了嘛 看起來就不是檸檬汁 那種透明的 那種漂亮的顏色了 那所以說 有不同的一個顏色 當然有不同的一個 用途啦 用途 那這個特級砂糖呢 如果再進一步把它存貨 就會變成所謂的冰糖 或是再更細的一個 細粒砂糖 等等 那 事實上這應該叫荒糖 那好 那另外一個雙糖呢 像乳糖 乳糖 乳糖呢是 這個半乳糖跟葡萄糖 兩個糖 兩個單糖 以所有反應 所形成的一個雙糖 所以乳糖不是兩個半乳糖 這考試可能考你說 有些同學可能會以為 兩個半 兩個一半加起來就是乳糖 事實上不是的 它是半乳糖跟葡萄糖 結合在一起所形成的雙糖 那是發現在 母乳還有牛乳裡面的 含量很豐富的一個糖類 含量很豐富的一個糖類 以母乳來說呢 母乳裡面含有 脂肪蛋白質跟乳糖 這三種主要的一個物質 乳糖呢 就佔母乳裡面 糖類的90% 母乳裡面有糖類 蛋白質 脂肪 那糖類的部分呢 乳糖就佔了90% 佔了90% 那相對來說呢 牛奶就比較少 牛奶跟羊奶 它佔的比例就比 人的母奶 來的比較少 來的比較少 那所以啊 這個乳糖啊 是小baby主要的一個能量來源 她從媽媽那邊 吸這個母乳的時候呢 這個乳糖呢 是她得到 能夠獲得一個能量 主要的來源 主要來源 那在小孩子啊 這個消化道裡面呢 有很多的乳糖酶 乳糖酶 所以這個小baby呢 從媽媽的這個地方 所吸取到這個乳汁啊 他可以 藉由小孩子 肚子裡面的 胃腸道裡面的乳糖酶呢 可以來消化這個乳糖 然後呢 就可以得到 這個養分 得到這種 葡萄糖的養分 那 我們人類啊 這個乳糖酶的製造呢 會隨著啊 年紀的增長 比如說在四歲以後呢 就開始啊 你的消化道裡面的乳糖酶 這個乳糖的酵素 分解乳糖的酵素呢 就會開始越來越少 越來越小 比如說呢 她這個地方提到 在四歲之後啊 我們會失去百分之九十的乳糖酶 也就是說 失去百分之九十 對乳糖的消化能力 消化能力 所以 有些同學 可能有聽過 乳糖不耐症 乳糖不耐症就是這樣子的 當你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呢 我們主要是從母乳 牛乳 羊乳裡面 攝取乳糖 然後來分加於 精油乳糖酶的分解 然後你就可以得到葡萄糖 可以利用 可以利用 可是呢 當你啊 年紀開始增長 隨隨隨兩歲三歲四歲 年紀開始增長之後 你消化到的乳糖酶 就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了 甚至啊 會上失百分之九十的一個消化能力 所以 當你長大的時候呢 你去吃 如果含有很多乳糖的東西呢 你就可能啊 會有一些乳糖不耐症 會有一些症狀 比如說呢 這個時候你吃進來的乳糖 沒有酵素幫你把它切開了啊 把乳糖切成半乳糖跟葡萄糖 沒有酵素幫你切了 那 沒有酵素幫你切呢 這個乳糖啊 變成你沒辦法直接的吸收 那它就會堆積在你的味道 這個消化道裡面 那堆積在你的這個腸道的時候呢 腸道裡面都有一些細菌 這些細菌啊 就來分解 來發酵 分解這個乳糖 那這個發酵分解的過程中 就產生很多的氣體 所以就造成你啊 腹脹放屁啊等等 甚至有時候會拉肚子 會拉肚子 這個就是所謂的乳糖不耐症 原因啊 是因為我們成人之後呢 我們身體裡面的乳糖酶 分解你吃進來食物裡面 乳糖的一個酵素 叫乳糖梅 已經越來越少了 越來越少了 我們這個消化道裡面 有很多很多 各式各樣不同的一個酵素 負責啊 分解不同的一個食物 不同的一個食物 比如說我們來舉個例子好了 舉個例子呢 就是 脂肪 脂肪有一個藥物啊 叫羅氏鮮 羅氏鮮啊 可以用來減肥 可以用來減肥喔 那羅氏鮮為什麼又可以用來減肥呢 其實啊 這個藥物呢 就是讓你脂肪沒辦法被分解 所以呢 這個脂肪就沒辦法被吸收 沒辦法吸收齁 正常你吃進來的一個 脂肪類的物質 到你的這個 十二指腸呢 這個脂肪類的物質呢 會被我們 這個消化道裡面一個叫 脂肪酶 這種分解脂肪的酵素 脂肪酶 來把它分解成啊 很小很小很小的一個 脂肪酸 脂肪酸齁 那這些脂肪酸呢 才進一步被我們 腸子啊吸收到血液裡面來 讓我們可以利用 讓我們可以利用 那我們剛剛所講的這個 羅氏鮮呢 它就是啊 去抑制這個 脂肪酶 抑制這個脂肪酶 抑制這個脂肪酶 抑制了這個脂肪酶之後呢 那脂肪酶就沒辦法產生作用了 本來脂肪酶呢 是把脂肪分解成啊 這個小顆粒 小顆粒 小片段的脂肪酸 那現在呢 這個羅氏鮮啊 把這個脂肪酶呢 把它抓住了 所以呢 你的脂肪啊 就沒辦法能夠被分解 沒辦法被分解 當然就沒辦法被吸收 沒辦法被吸收 所以吃了這個羅氏鮮之後啊 你 你上廁所之後呢 你會發現啊 很油 你的那個便便啊 會是很噁心很油 很油膩膩的 因為呢 你吃進來的脂肪 通通沒有辦法被吸收 然後就排掉了 那脂肪沒辦法被吸收呢 當然這些脂肪 就不會累積在你體內了 所以呢 它可以當作一個 減肥的一個效 一個藥物 一個藥物 那這個也就是我們 剛剛所說 在你的消化道裡面 都會有一些 這個酵素 我們先 第一個講的是 像乳糖梅這種東西啊 剛剛又舉 以脂肪煤當作一個例子 那有另外一個 減肥藥物啊 叫諾美婷 那這個藥物啊 事實上是已經被禁用了 被禁用了 那這個諾美婷呢 它的效果啊 就不像剛剛所說的羅氏鮮 是把這個脂肪煤 把它抓住 不是喔 它的作用方式 不是這樣子 它是什麼呢 它的作用方式啊 是抑制你的食慾 抑制你的食慾 它作用在你的腦部 作用在你的中樞 讓你不會覺得想餓 讓你不會想吃東西 不會想吃東西 那因為作用在腦部啊 所以它有一些副作用 那現在呢 知道說 它有身高血壓的危險 而且啊 也有可能啊 甚至啊 會導致心臟衰竭 然後就致死 就致死 所以呢 因為發現啊 因為發現啊 它可能會增加這些心臟病發啊 中風的一個比例 高達16% 所以啊 這個諾美婷啊 後來就被禁用了 被禁用了 在歐美跟美國 台灣也被禁用了 台灣也被禁用了 但是還是可以 還可以買得到 還是可以買得到 不過這個是有 有相當程度的危險 所以 大家如果想要撿回 不要去選擇這種方式 這個是有 蠻大的負責用 蠻大的一個危險 那 接下來我們來看啊 另外一個雙糖 麥芽糖 麥芽糖呢 是有兩分子的葡萄糖啊 這個 經由說和反應 所結合在一起的一個雙糖 所結合在一起的雙糖 那 它是啊 墊粉消化後的結果啦 它是啤酒製造的原料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嗯 啤酒製造的過程好了 啤酒製造的過程呢 它會將麥芽 那麥芽呢 加水呢 然後讓麥芽呢 變成是一個麥芽糖液 麥芽糖液 那 第一個步驟呢 它放入一個所謂的 這個糖化槽 讓麥芽變成麥芽糖液 然後呢 接下來就會過濾 過濾掉雜質 過濾 第一次過濾的 出來的一個液體 原液啦 第一次過濾出來的呢 就是所謂的一番榨 所以 麥芽啊 有一番榨的啤酒 代表就是說 我這次 第一次過濾出來的麥芝 是最純的 是最純的 那 把這過濾出來的麥芝呢 接下來啊 你再把它 加入啊 這個所謂的啤酒花 加入啤酒花 那加入啤酒花 讓那個 這個麥芝啊 有特殊的一個味道 特殊的一個苦味 香味 特殊的苦味香味 那接下來呢 再把它放入一些啊 這個酵母菌 放入酵母菌 那酵母菌呢 就會幫 就會幫你把麥芽糖 把它 進一步把它 分解成葡萄糖 葡萄糖呢 酵母菌 再利用葡萄糖 來把它製造 其實 酵母菌啊 它也要生活對不對 它要得到能量啊 那酵母菌怎麼得到能量呢 它把葡萄糖 分解 變成酒精的過程中 它就得到它想要的能量 所以 酒精啊 是葡萄糖 分解 酵素分 酵母菌啊 分解葡萄糖 產生能量的一個 副產物 所以它不是 平排做工 幫你製造 酒精的 它幫你發酵 製造酒 製造這個酒啊 不是它 心甘情願的 是因為 它本來也是需要能量啊 所以它把葡萄糖 變成酒精的過程中 它可以得到它想要的能量 那另外一個酒精呢 是我們想要的 是我們想要的 所以 這樣的一個過程呢 就會產生這種 啤酒 就會產生啤酒 所以 這張啊 幻動片是我們剛剛所講的內容啊 的一個整合 那大家自己看 包括 單糖有哪些 雙糖有哪些 那大家自己看一下 自己看一下 那我們接下來看多糖 我們剛剛講單糖 雙糖 我們接下來看多糖 那多糖呢 就是很多個糖類 以啊 所反應 所形成的一個 大分子的一個結構 大分子的一個結構 那比如說 我們這個地方所看到的 澱粉 你看這個澱粉 一個一個 這個圓形的結構呢 像烏龜殼的這個圓形 它就是所謂的葡萄糖 所謂的葡萄糖 所謂的葡萄糖 呃 你可以看到這個是 呃 這個澱粉 澱粉 你可以看到澱粉呢 它是很多的葡萄糖 一個一個的圓圓圈 這個烏龜殼啊 就是一個葡萄糖 那葡萄糖呢 這個手牽手 與所有反應 聚集在一起 這樣就是一個澱粉 一個澱粉 那另外一個多糖呢 就是甘糖 甘糖呢 也是以葡萄糖為主要的一個單體 為結構呢 然後所形成一個大分子的物質 大分子的物質 那 纖維素呢 也是一樣的 也是由葡萄糖 當作一個主要的一個成分 然後來所聚合起來的一個大分子的結構 大分子的結構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這個 我們剛剛皮瓜 光的作用呢 會將二氧化碳 然後呢 把它變成一個產物叫葡萄糖 然後當然你會產生這個氧氣 也會產生這個氧氣 那 這個葡萄糖呢 接下來就經由所有反應 經由所有反應呢 然後把它變成 可能像澱粉的物質 那澱粉的物質呢 就會儲存在 比如說像這個地瓜的 這個酵集 然後番薯裡面 就含有很多很多的一個澱粉 很多很多的澱粉 以這種方式來儲存起來 植物啊 很少用葡萄糖的形式啊 來儲存它的一個 這個產物 那最常用的就是像 像澱粉這樣的一個物質啊 來儲存它的一個產物 一個產物 那 澱粉呢 是葡萄糖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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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接起來 那這種一個一個 接起來的結果呢 很容易讓它導致它 形成一個螺旋的一個結構 螺旋的結構 所以呢 外觀上我們看起來 它會有一種顆粒狀 有一種顆粒狀 那當然啊 除了這樣很乖乖的 手牽手之外呢 它也有可能呢 旁邊 又再接一個葡萄糖 所以它有可能會有一個分支 分支喔 它除了這樣直煉的一個 牽手牽在一起之外呢 它也有可能啊 有時候不乖 旁邊呢就牽個葡萄糖 就有一些分支出來 就有一些分支出來 所以澱粉可以分成兩種 一種叫直煉澱粉 一種叫支煉澱粉 一種叫支煉澱粉 就支煉澱粉 那隨著有沒有這個 直煉呢 支煉呢 就有一些差別 就有一些差別 那你含有比較多的一個支煉 含有比較多的支煉呢 它就比較黏 你如果直煉的含量比較多 它就比較不黏 比較不黏 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比如說我們常看到的米 像再萊米 蓬萊米跟糯米 那這兩個呢 它的一個含有直煉澱粉的含量 就不一樣 比如說像再萊米呢 它的澱粉含都是直煉的 我剛剛說 澱粉呢 是葡萄糖啊 手牽手牽起來的 有時候呢 它有可能啊 從邊邊的地方 又再多一個分支出來 多一個分支出來 那那個叫直煉澱粉 這個叫直煉澱粉 叫直煉澱粉 再來米啊 它含有超過25%的澱粉 是直煉澱粉 那糯米呢 只有大概5%不到的一個澱粉 是直煉澱粉 是直煉澱粉 所以反映出來 它的一個物理的特性 就不大一樣 比如說呢 這萊米啊 它就比較不黏 比較鬆散 那製造出來的東西呢 比如說像米粉啊 菜桃粿等等 那澱萊米呢 它就是中等 大概15-20%的一個直煉澱粉 我們常吃的白米飯啊 就是這種 所謂的澱萊米 所謂的澱萊米 那糯米呢 就有點差別 糯米呢 它直煉澱粉含量很少 也就是說 它大部分都是直煉澱粉 所以呢 它就比較黏 比較黏的東西 有什麼 比如說年糕啦 麻糬啦 什麼肉粽米糕等等 要考試 說不定我們考試 可以來考這個 來比較一下 你常吃的這個食物裡面 哪一個的 自煉澱粉含量是比例最高呢 說不定我們可以來考一題 好 我們就考一題好了 要考什麼題目呢 我們就比如說 考考下列哪一個 東西啊 它的一個 支煉澱粉含量最高 那比如說我們就 答案就是 A是麻糬啦 B是米飯 3是米粉 4是菜頭粿 5是板條 你就想一想 你在吃的這個東西呢 很鬆散 像米粉 像碗粿 這個很鬆散的東西 就是 這個 支煉澱粉比較多的 所以比較容易結合在一起 當然比較黏 這樣比較好想 比較好想 我們就考一題這個好了 那有一種米啊 叫黑糯米 或叫紫米 那這個 前一陣子還蠻紅的 那其實呢 這個黑糯米跟紫米 它跟啊 我們的一般吃飯的那個白米呢 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它只是說 但是在啊 這個米呢 它的一個 種皮 果皮的地方 還有浮粉層的地方呢 它含有花青素 花青素啊 表現出來呢 就是這個青色 表現多一點 就變成紫色 深紫色 或是黑色 那 所以呢 它其實只是差一個色素 一個花青素而已 花青素而已 所以它的 跟白米的營養成分呢 其實沒什麼差別 沒什麼差別 那這個 在古時候 在很久以前 還是禁止種植的 因為呢 你剛才想哦 大家種了白米 都白白淨淨的 然後結果 結果有一個人呢 種了紫米 那這個紫米呢 這個花粉啊 不小心飄過去 就污染大家的白米了 本來是白白淨淨的米 現在變成花花米了 那所以呢 就使得這個白米的品質不好 所以以前啊 是禁止種植的 那後來發現呢 這個紫米啊 這個 蠻有賣相的 所以其實 現在 前一陣子還蠻流行 這個紫米的 那我們 接下來看啦 另外一種 多糖 好像 叫甘糖 叫甘糖 那甘糖呢 也是葡萄糖啊 以葡萄糖為主要的結構 然後聚合起來的 大分子的物質 大分子的物質 那甘糖你可以看到 它有很多很多的 這種分支的結構 分支的結構 那甘糖呢 稱為動物性澱粉 動物性澱粉 在植物啊 它把葡萄糖 聚合成澱粉 然後儲藏起來 喔 儲藏起來 這動物呢 我們剛剛 我們之前有提過 當你吃了很多的食物 你血中有很多的一個 葡萄糖被吸收進來的時候呢 這個過多的葡萄糖 不可能 你如果把它存在血液裡面啦 就會浪費掉 到時候從尿排掉啦 那 太高的一個血液濃度的 葡萄糖濃度呢 這身體 這細胞也不好 所以呢 我們的胰臟的VetaCell 就是分泌胰島素 讓這個過多的糖分呢 可以以甘糖的方式 然後來儲存起來 所以 動物啊 把過多的葡萄糖 以甘糖的方式儲存起來 植物呢 把過多的葡萄糖 以啊 這個澱粉的方式儲存起來 所以 澱粉跟甘糖是 這個植物跟動物 儲存過多葡萄糖的一個 形式 的一個形式 那 當你呢 這個兩餐之間啊 血糖呢 濃度下降的時候呢 這時候甘糖啊 就可以再釋放出來 然後來維持啊 這個血中葡萄糖的濃度 喔 血中葡萄糖的濃度 比較低了 那你的肝臟呢 就會 因為 胰臟啊 alpha 細胞會分泌生糖素 這個不會烤喔 這個太難了喔 不會烤 就會使得你剛剛 儲存的一個甘糖呢 然後被釋放出來 然後維持你 血中的葡萄糖 說不定會烤一個題目 就是 我剛剛所說的嘛 過多 在植物呢 過多的葡萄糖啊 它過了之後 產生過多的葡萄糖呢 就以澱粉的方式 來儲存 在動物呢 就是以甘糖的方式 來儲存 甘糖的方式 來儲存喔 那我們再來講 另外一個多糖 纖維素 植物的細胞 植物的細胞 跟動物的細胞 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是 植物的細胞呢 有一個細胞壁 有一個細胞壁 在細胞膜的外面呢 它有多了一層細胞壁 那這個細胞壁的主要結構啊 就是這個所謂的 纖維素 纖維素喔 那因為植物細胞 有纖維素呢 所以啊 導致啊 它非常非常的堅韌 非常非常的堅韌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個素呢 可以長到20公尺 30公尺這麼高 因為呢 它的細胞啊 植物細胞有細胞壁 可以提供啊 它很強很強的一個 耐受能力 耐受能力喔 所以它可以長得非常非常的高 非常非常的高 那 纖維素啊 我們人類 沒辦法消化纖維素的 所以我們人類 如果去吃素皮 去吃素葉 基本上 我們沒辦法從中 去得到養分 那你會講到很奇怪喔 纖維素 不是也是葡萄糖 結起來的嗎 我們剛剛說 澱粉 我們可以去吃 吃含脊 是那個 植物的 它所形成儲存的一個形式 澱粉 我們可以 從植物那邊得到澱粉 我們可以把澱粉的葡萄糖 從一個大分子 把它切成很多很多的小葡萄糖 那我們可以利用 為什麼我們不能夠 利用纖維素呢 纖維素不是都是葡萄糖 結在一起嗎 為什麼我們不能夠利用纖維素 我們可以利用 澱粉 但是我們卻沒辦法利用纖維素呢 因為啊 纖維素啊 它的一個葡萄糖的排列 有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特別的現象 你可以看到呢 上面這一排 就是葡萄糖啊 以手牽手的方式 所形成一個大分子的結構 下面這個也是 它有三排 可是呢 它每一排之間啊 還有所謂的輕箭 還有所謂的輕箭 所以呢 它讓這個葡萄糖啊 它堆疊得非常緊密 堆疊得非常緊密 堆疊很緊密 你可以想像 因為有輕箭呢 它就堆疊得很緊密喔 堆疊很緊密呢 我們人類啊 的酵素呢 沒辦法能夠進攻進來 把它這個輕箭切斷 所以我們人類的酵素啊 沒辦法能夠把 這個大的分子呢 一個一個各個擊破 把它切起來 是沒有辦法的 是沒有辦法的 那有些細菌是可以的 所以動物啊 某些動物是可以 吃這個纖維素 來存活 那人類啊 是沒辦法的 是沒辦法的 因為呢 它的一個 特殊的一個 分子結構排列之間 有這種輕箭的關係 使得 我們沒辦法能夠利用它 沒辦法能夠利用它 但是啊 這個 纖維素啊 它因為 這種 特殊的排列啊 提供它有很強韌的 一個支撐力 強韌的支撐力 所以植物啊 才能夠長得那麼高 長得那麼高 那 現在啊 新一代的能源 新一代的能源呢 有所謂的 生殖能源的一個開發 生殖能源的開發 那生殖能源呢 就是說 我們能不能從這些植物 像玉米啊 或像樹林啊 這種 這種大的 這種植物呢 來得到能量 得到 可以 可以使用的一個燃料 可以使用的燃料 那 其實啊 它就是把這些 比如說一棵大樹 或是呢 這個像玉米這樣的東西 我們經過特殊的技術呢 把這個纖維素 把它水解 把纖維素的葡萄糖呢 一個一個切掉 切成什麼 切成葡萄糖 這個六彈糖 就是葡萄糖 那葡萄糖 直接切成葡萄糖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讓它 進行發酵的一個過程 讓它變成酒精 其實這個地方啊 跟啊 製造啤酒是一樣的過程 把這個葡萄糖呢 進入發酵 變成是酒精 變成酒精 那酒精呢 我們就可以拿來當作燃料 當作燃料使用 你把酒精呢 醇化之後啊 可以得到很醇的 很醇的一個酒精 那這個酒精呢 就可以拿來當燃料 當燃料 那所以 我們在國外呢 你在加油的時候啊 他都會跟你說 我裡面的汽油呢 含有啊 多少% 這個 所謂的乙醇 就是酒精 酒精喔 它 一般都會含有 5%啊 10% 或是更高 或是更高 那有些人啊 不但能夠接受 含有這種 酒精的一個 這個汽油 汽油喔 那有些人可以接受 所以他們都會標示 他們都會標示 在台灣呢 基本上現在是沒有標示 是沒有標示的喔 那他們有所謂的 878993喔 我們是929598 他們是878993 那是不同的心碗值 越高的心碗值呢 它的暴震係數越夠 提供的能量越大 那 所以 這種生殖燃料 在國外呢 其實已經非常普遍的被使用 被使用喔 所以 這個漫畫就是說 你今天想要加什麼口味的汽油啊 那 代表就是說 你是從稻草來的 從浙渣來 從芒草來 從海藻來 或是從樹林來 把它的一個纖維素 進一步呢 把它變成 這個 葡萄糖 然後再把它發酵變成酒精 這酒精啊 可以拿來當汽車的一個燃料 當汽車的燃料喔 好 那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多糖 比如說蒟蒻這種東西 那蒟蒻這個東西啊 它其實是葡萄糖跟甘露糖 間結 所形成一個大分子的一個多糖類 多糖類喔 那我們都知道說 蒟蒻呢 是一個健康的食品 健康的食品 因為呢 吃蒟蒻可以用來減肥 用來減肥喔 因為我們的消化系統裡面啊 沒有酵素 可以把它們中間啊 葡萄糖跟這個甘露糖之間的間結呢 把它切斷 所以 這個大分子的多糖啊 對我們人類來說 我們是沒辦法吸收 就像我們沒辦法吸收纖維素一樣 纖維素一樣 因為我們沒有適當的酵素 把它們分解掉 把它分解掉 所以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裡面有很多的葡萄糖 可是我們沒辦法使用 沒辦法使用喔 那這個蒟蒻呢 就可以拿來當作健康的食品 因為呢 它沒辦法被吸收 可是你吃到肚子裡面去啊 因為它沒辦法被分解啊 沒辦法被消化分解 吃到肚子裡面呢 它可以用來幫忙磨碎食物 磨碎食物 有些狗啊 當它消化不良的時候呢 它會去外面啦 會去吃草 那它會去吃石頭 去吃小石頭 為什麼 當它吃了很多東西 它消化不良的話也不舒服啊 不舒服呢 它又不可能跟你講 跟你塞奶 你就把它劈到旁邊去 說幹什麼 吵死了 我要打電動 你不要吵我 那這個狗狗 你有時候帶它去散步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呢 它會東挑西挑 它可能會去吃一些草 或吃一些小石頭 你看一巴掌打過去 說你瘋了啊 不會啦 不會這樣子啦 那 當它消化不良的時候 它會去吃一些小石頭 為什麼 這種小石頭啊 可以幫助它磨碎食物 磨碎它消化道裡面的食物 那草也是 在進去之後呢 它沒辦法吸收 可是這些草啊 可以幫它磨碎 磨碎它消化道裡面的一些食物 一些食物 所以可以幫助它 我們這個 把食物磨碎 那你才比較好吸收 比較好吸收 另外一個呢 這個蒟肉 又有很強的吸水能力 所以你吃了這個蒟肉 到你的消化道之後 它會吸水膨脹 讓你有飽足感 讓你有飽足感 所以會降低你對食物的攝取 降低你對食物的攝取 所以說呢 它就會有所謂的減肥的效果 所謂減肥效果 這減肥效果當然就是 物理性的減肥 它也沒有影響到你的中速神經 影響到你吃東西的欲望啊 它也沒有去抑制你什麼酵素 沒有 它單純只是靠它吸水能力 還有啊 可以幫你磨碎食物 就是這種物理的一個現象 物理的現象 那我們 我們常常知道說 有些動物啊 它有所謂的很硬的一個外殼 那這個外殼呢 所謂含有所謂的所謂的 基丁值 那事實上它也是一種 多糖類的一個結構 很多糖類聚集在一起 聚合在一起 所形成大分子的一個 多糖類的結構 多糖類的一個結構 那 我們再問同學一個問題好了 有些人喜歡吃白米 有些人喜歡吃糙米 那白米跟糙米呢 到底差別在哪裡 到底差別在哪裡 含糖量 對了嗎 不對 也不能說不對啦 不大對 好吧 嗯 林雨菸 來 糙米跟白米 你 你喜歡吃糙米嗎 不喜歡齁 為什麼 感覺比較 有些硬硬的東西 對不對 那他們差別在哪裡 為什麼它吃起來口感 沒有那麼的 舒服 好像有點 粗糙的東西 差別在哪裡 不知道齁 糙米 糙米跟白米呢 其實白米 要把它 我們把稻子收割起來 那你要把它外殼去掉 這個外殼去掉 一般要經過兩道程序 兩道程序 才能夠把它的外殼 清理乾淨 清理乾淨 那糙米呢 其實只有經過一道程序的處理 所以它讓你的外殼 這個稻米的外殼 能夠保有部分的外殼 保有部分的外殼 它沒有完全的去除乾淨 那保有一部分的外殼 這個外殼是什麼東西呢 這個外殼 就是纖維素 就是纖維素 那 我們 舉個例子來 用麥來當作一個例子好了 麥跟稻米其實很 很類似 你剛收成的時候呢 它外面有一層所謂的殼 腫皮 這個腫皮就是纖維素 它是要來保護這個麥 或是米粒的 米粒的齁 我們稻米呢 你把它收成下來的時候 你會去掉這個腫皮 那腫皮呢 我剛剛說 一般來說 它需要兩道程序 才能夠把這個腫皮 去除乾淨 才會變成你看到 白白淨淨的白米 白米齁 那你如果經過一道程序的 一個去除呢 它有一小部分的一個腫皮呢 還會留在表面上 所以 糙米就含有比較高的纖維素 這纖維素哪裡來 這纖維素就是它的腫皮 這個米 本來的一個稻米的外殼 就對了 稻米的外殼 那 含有這些纖維素有什麼好處呢 你當然 吃進去之後 所以吃這種糙米 跟吃白米 其實 糖類的含量應該是一樣的 因為 糙米呢 它這個纖維素的外殼 你沒辦法吸收啊 但是沒辦法吸收 你吃進去之後怎麼樣 它可以幫助你磨碎食物 它可以幫助你磨碎食物 就像我們剛剛所說的 蒟蒻 是一樣的道理 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糙米可以幫助消化 可以幫助消化 那 這個是以麥 來當作一個例子 這個麥穗 麥被收成之後呢 基本上它就是長這個樣子 它外面有一層腫皮 腫皮主要是纖維素 主要是纖維素 我們沒辦法消化吸收 可是它可以幫助我們來磨碎食物 那裡面呢 含有很多澱粉 像這個胚乳的部分呢 含有很多很多的澱粉 那這個就是 主要我們吃的這種能量的來源 我們吃得飽的原因 是因為它含有很多很多的一個澱粉 那當然它含有一個所謂的胚芽的部分 那含有一些維生素 含有維生素 稻米這個培養的部分就不是很明顯 不是很明顯 好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是 有機物質裡面的碳水化物 也就是糖類 糖類的部分 雙糖 多糖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另外一個有機化物 脂肪 脂肪 那 那 細胞利用不同的一個脂肪呢 來當作一個主要能量的儲存來源 也可以把它用來當作結構的材料 或是訊號的分子 我們接下來就來看這個脂肪 一般來說 脂肪呢 最簡 脂肪 最廣泛的脂肪呢 大部分都是由脂肪酸跟甘油 這兩個分子來構成 怎麼說呢 比如說這個是一個叫三酸甘油脂 它是一種最常見 含量最多的脂肪 含量最多的脂肪 三酸甘油脂 它的結構就是以甘油 甘油就是三個碳 所形成的一個結構 這是甘油 然後呢 接著三個脂肪酸 所以叫三個脂肪酸的甘油 所形成的一個結構 三酸甘油脂 事實上這是最常見的一種脂肪 含量最多的脂肪 含量最多的一個脂肪 那 既然它是呢 一個甘油 含有三個脂肪酸 那 這三個脂肪酸呢 就會影響啊 這個脂肪的一個特性 如果 它所接的這三個脂肪酸呢 它是不飽和的脂肪酸 什麼叫不飽和脂肪酸 我們先看下一張好了 我們知道說 甘油 接三個脂肪酸 這個結構啊 叫脂肪 叫脂肪 那如果說它所 它所接的這個脂肪酸呢 它是 碳跟碳 你看都是碳喔 很多的很多的碳 所以我們說有機物質啊 都是以碳為主要架構 所形成的一個物質 你看這個 脂肪呢 它就有很多很多的碳 所連結在一起 上面的甘油也是三個碳 下面的脂肪酸呢 是很多很多的碳 手牽手牽在一起 如果這些碳啊 它都是以單件的方式 組合起來 這個叫做 飽和的脂肪酸 那如果說 中間呢 有雙件出現了 你看這裡出現了 一個雙件了 那這個叫 不飽和的脂肪酸 啊 所以你看這些不飽和的脂肪酸 看起來怎麼脚骨 這個姿勢呢 這個就是直線了 那這個不飽和的脂肪酸呢 就有點 結構上呢 在空間上 它就不是直線的結構 不是直線的結構 那所以說 這種不飽和脂肪酸的存在啊 就會影響這個脂肪的性質 比如說呢 飽和的脂肪酸 飽和的脂肪酸啊 也就是說這個 甘油三味呢 所接的脂肪酸呢 通通是直線的 通通是單件 所形成的 直線的 所以這個是有點歪嘛 這個是有雙件 這個是不飽和的脂肪酸 如果你三個都是 飽和的脂肪酸呢 它的排列就很緊密了對不對 你看這個 不飽和脂肪酸 那排列就沒有很緊密 排列就沒有很緊密 如果這三個都是 飽和的脂肪酸呢 那這個 就是說都是直線的脂肪酸呢 那這個就是啊 由飽和脂肪酸 所過成的脂肪 那這種脂肪呢 就比較容易凝固 比如說 像豬油 像豬油 現在可能同學沒看過豬油了 豬油啊 其實在 不必到零度喔 可能在四五度的溫度啊 它就結凍了 就結凍了 不用到四五度 甚至更高 八九度它就 凝固了 就凝固了 但是你 你家用的沙拉油會嗎 你家用的植物油 感染油會嗎 會這樣子嗎 不會 那豬油跟這個感染油 有什麼差別呢 豬油啊 就是 它的脂肪呢 它的這個脂肪酸啊 都是飽和的脂肪酸 排列比較規則 所以呢 它在比較高的溫度 它就會形成固態 就會凝固 就會凝固 那不飽和的脂肪酸 所構成的脂肪呢 比如說啊 像一些 這個 大豆啊 玉米啊 蔬菜啊 橄欖油之類的 這些油啊 到了十度 到了二十度 到了五度 可能都還不會凝固 都還不會凝固 為什麼 因為呢 它的結構裡面 含有很多的這種 不飽和的脂肪酸 所以它的結構呢 就 之間啊 就比較沒有那麼的緊密 它的流動性 就比較高 就比較高 所以這種 這個油 不飽和脂肪酸 所構成的這種脂肪呢 這種油類呢 它就流動性比較高 比較不容易凝固 跟啊 飽和脂肪酸的豬油呢 形成一個很大的一個 物理性的差異 物理性的一個差異 那這張圖啊 其實就是介紹 我們剛剛所說的 沒有分支的 都是單 單件的 就是飽和脂肪酸 那有 有雙件出現了 就是不飽和的脂肪酸 不飽和脂肪酸 大概有這個概念就可以了 這個概念就可以了 那 這個脂肪啊 在動物體內呢 當然扮演一個能量的來源 能量儲存的一個方式 能量儲存的一個方式 另外呢 比如說在企鵝呢 這個脂肪啊 就可以提供他們 對抗外界很冷的溫度 很冷的溫度 那 所以他們可以在啊 這種冰天雪地的環境之下呢 這個很輕鬆的生活 也不會覺得冷 當然我們人類不需要 脂肪來幫我們保暖 我們穿衣服就可以了 所以 沒有人啊 希望身體裡面 累積很多很多的脂肪 為了要來保暖 當然不要 我們當然是想說 太多就想把它抽掉啦 或是藉由運動把它消耗掉 把它消耗掉 所以 脂肪對人類來說 已經沒有 像 幾百萬年前那樣的重要了 那 那 動物細胞啊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脂肪的物質 叫磷子質 叫磷子質 這個 這個會考試喔 考試的問你說 細胞上面的 脂肪叫什麼東西 磷子質啊 它差別呢 這裡也是乾油 三個碳的乾油 它只有接兩個脂肪酸 另外一邊呢 它沒有接三個 它第三個不是脂肪酸 它第三個呢 是一個磷酸基 是一個磷酸基喔 後面同學可能看不是很清楚喔 所以說 也就是說 它跟脂肪的差別呢 是它只有兩個脂肪酸 另外一個呢 是接個所謂的磷酸基 那磷酸基啊 是一個帶電荷的一個結構 帶電荷的結構喔 它帶了一些電荷 所以呢 這邊啊 因為它帶有電荷 所以它就是具有清水性 具有清水性 那這邊是脂肪酸的結構 所以它當然比較不喜歡水 它就是酥水性的結構 我們今天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跟大家說 細胞的外面很多的水 細胞裡面也有很多很多的水 因為啊 水可以 它是一個很好的溶劑 很多物質都可以溶在水裡面啦 水可以幫忙散熱啦 水有很多很多的特性 所以細胞需要水 那細胞裡面也是水 細胞外面也是水 那你這個 你這個圍牆啊 細胞的這個 我們這個 細胞膜的結構 就很重要囉 你外面也要跟水在一起 裡面也要跟水在一起 那所以呢 它就很聰明 它就以啊 所謂子質雙層的結構 子質雙層的結構 你可以看到這個 事實上是雙層喔 對不對 外面呢 這個圓圓的頭 就是 含有這個 磷酸基的這個部分 清水性的部分 所以這個頭呢 是清水性的部分 就面對外面的水的環境啊 那裡面呢 也有一層 裡面這層呢 也是頭 也是磷酸基啦 清水性的這一部分呢 面對細胞裡面 水的環境 那中間呢 大家腳腳啊 就靠在一起 你的腳腳跟我的腳腳 就對在一起 腳腳就是所謂的 脂肪酸 脂肪酸 所以細胞膜的結構啊 是所謂的 子質雙層 它雖然是子質 但是它是雙層的結構 那因為呢 它的子質裡面 還有這個磷酸根 磷酸基 所以使得呢 它外面 也可以跟水的環境 和平共處 裡面也可以跟水的環境 和平共處 那這樣呢 把整個細胞啊 區隔出內外 區隔出內外 所以細胞膜上面 含有的子質啊 叫做磷子質 phosphor lipid phosphor就是磷酸根的意思 含有磷酸根的脂肪 phosphor lipid 好 那再介紹其他的一個子質 比如說像蠟 像蠟 那蠟呢 是 常見的脂肪酸 跟常見的唇類 所構成的 所構成的 在很多的 這個生物表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種蠟的存在 蠟的存在 比如說 像植物呢 植物在葉面 有許多的蠟 可以幫助植物保留水分 要不然呢 太陽 太陽 那麼大 這個植物呢 它如果沒有適當的保留水分 它可能啊 這個 每天呢 就是要從泥土裡面吸收很多很多的水分 但是呢 有些植物生長的環境啊 不允許它可以 從 地裡面 泥土裡面啊 吸收到很多的水分 所以它就要想辦法能夠 保留水分 怎麼辦呢 就在它的葉面啊 形成這種蠟 形成蠟 讓這個水啊 不容易增散掉 不容易增散掉 那也可以啊 當作寄生蟲入侵的一個障礙 入侵的障礙啊 比如說我們先看下一張 像蘋果呢 很多的水果啊 表面就有所謂的果蠟 那這個果蠟 可以 這個 阻止啊 這個昆蟲的一個 入侵 但是其實效果也OK啦 我們看到很多水果 還是被昆蟲咬了 那 基本上它的一個 主要功能是 第一個 保水性 防止水分過量的散失 另外一個呢 就具有一個保護的一個 屏障的效果 保護屏障的一個效果 那 那 動物啊 皮層 這個毛髮呢 也有一些啊 這種蠟的一個物質的存在 蠟的物質的一個存在 所以蠟也是一種脂肪 蠟也是一種脂質 那其他的一個脂質呢 比如說像固醇類的一個物質 固醇類的物質 那固醇類的物質呢 像細胞膜 細胞膜上面 除了我們剛剛所說的 零脂質之外 它也含有一些膽固醇 膽固醇 適當的膽固醇 對我們人類來說是重要的 但是太多當然就不好 太多當然不好 那 維生素D呢 它也是一種啊 這種所謂的固醇類的一個脂肪 一個脂肪 那我們有一些荷爾蒙啊 像 搞固醇啦 雌性素啊 這個也是啊 這種脂肪類的物質 脂肪類的物質 還有 膽子裡面的膽炎 這個我們就不講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膽固醇 我們以前 在前面呢 曾經看過一個動畫 我們再講一下 這個是 我們把這個動畫看完 就下課了 這是我們的血管 我們的血管啊 本來是很漂亮的 就是說 它有所謂的 內皮細胞一層 平滑肌一層 外面還有一些結地組織 這種是血管 這是血管 那中間有一個孔道 當然是血液流經的通道 但是呢 久而久之後是你的飲食習慣呢 就會導致一些 脂肪的堆積 導致一些脂肪的堆積 那脂肪的堆積呢 就開始會使得這個管徑啊 變小 開始使得管徑變小 那當然還會引發一些 副作用 比如說呢 還會引發一些所謂的 發炎反應啊 等等 就會惡化 使得這個管徑啊 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那我們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像 比如說心臟 心臟本身在說說 它隨時要把血液擠壓出去啊 所以它細胞不斷的在做工 它細胞也需要能量 需要葡萄糖 那葡萄糖拿來 哪裡來 血管啊 血液裡面 就會送葡萄糖來給它這個 細胞使用 所以它也有一些血管啊 會供應這些 說說的 細胞能量 這個 這個血管啊 叫冠狀動脈 冠是皇冠那個冠 冠狀動脈 冠狀動脈 所以很多人心臟病發 就是這個冠狀動脈阻塞 你心臟在那裡說 我要說說把血液擠壓出去 哇 你這個東西塞住了 塞住呢 我沒有辦法得到養分啊 所以我在做工 你又不給我養分 後來這細胞就壞死了 那細胞壞死了 心臟大家帶說說 你不說說 所以你就會吃掉大家的力 大家說說 你現在細胞死掉的時候 然後撲出來 就消耗掉 說說的力量 所以心臟病人啊 血液啊 就擠壓不出去 或擠壓出去的效率 就很低 就很低 那更嚴重啊 就導致死亡 有時候 這個血管啊 如果塞到大條了 急性心肌梗塞 一下就死了 一下就死了 這個我們把這個動脈 冠狀動脈 冠狀動脈 我們把它進一步來切來看 這是冠狀動脈 我們把它放大 那如果把它切 切面來看呢 你就可以看到冠狀動脈 就是漂亮的冠狀動脈 是這個樣子 完全沒有阻塞的 但是呢 如果你開始有一些膽固醇 一些脂肪類物質的一個存在呢 這個時候就慢慢的 惡化 逐漸的惡化 使得這個管徑啊 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這個叫動脈周狀硬化 動脈周狀硬化 這個周啊 是吃那個 吃那個 含有很多水那個飯 就是百米周 什麼周那個周狀 周狀硬化 因為啊 這個地方就看起來 糊糊的很多脂肪 糊糊的一個結構 動脈周狀硬化 這這裡就有動脈周狀硬化 所以呢 一旦啊 你的血管啊 有這種酸塞的情形 有很多脂肪 造成這種酸塞的情形呢 那接下來 當然就有些方式 我們常常聽到人家說 誰的誰去裝了幾支支架啊 什麼是支架 裝拐杖嗎 不是嘛 對不對 很明顯的 我們看它出來 電視也沒有拿拐杖 裝支架就是說 我們利用呢 這個氣球 一種特殊的一個熏導管 然後呢 它這個熏導管的前方啊 有一個像氣球的一個裝置 氣球的裝置 那這個導管呢 同時會攜帶一個物質 也就是說 我們利用一個導管 這個導管呢 它一方面它有 可以膨脹 有像氣球一樣的功能 另外一方面呢 它就攜帶了一個 這種 所謂的支架的物質 所以 它伸過來 把你撐開 把原來啊 阻塞的地方把它撐開 然後呢 就放了一個支架 這個就是所謂的支架 讓血管不會再縮回來 不會再 塌回來 你把它撐開 你這個管子一拿開 它又塌回來了 沒有用 所以就會 放一些支架 放一些支架 那這個支架放進來之後呢 就可以維持 血流的一個流通 但是啊 這種支架沒辦法 其實沒辦法撐很久 不是一輩子的 因為呢 接下來啊 就開始呢 這個 嗯 我們的血小板 還有一些 脂肪類的物質 也會開始在這個支架上面 堆積 支架上面堆積 所以 有的人支架呢 可能用了三年五年呢 可能又要去換新的支架 換新的支架 那當然另外一個方式 是什麼樣子 啊 裝支架這麼麻煩 或是說 有的人血管啊 塞得非常嚴重 沒辦法裝支架 就做繞道手術 繞道手術呢 比如說從你的腳啊 某個地方呢 切一段血管出來 哇這裡塞住我 啊那我就從這裡 接一個血管 接到這裡就好了啊 對不對 那這裡就不要有血管嘛 我就從這裡接到這裡 那個就是所謂的 繞道手術 繞道手術 好那我們今天先講到這個地方 謝謝大家